我們現在最重要是要記得 不要大頭 我們千萬不要認為我們這麼冷 他想要跟你一起搭混雙 來參加下一個 真的假的 對 那慘了 沒什麼機會 好 對 先因為要減吧 先要減 然後因為我 比賽前有吃咖啡 然後會比較睡不著 然後一方面也是難得 就覺得達成一個很大的目標 然後就是一個 有種放鬆的心態 然後會 通常我比完賽也會自己一個放鬆 一天的狀態 然後就會回歸自律的生活 他前一天就先跟我講說 我到時候有一句話要講 然後我去想 啊 要講 然後他就說 他比完的時候就跟我講說 生日快樂 這個金牌送給你 這樣 那你怎麼回他 我 我沒有說 我沒有 我的當下沒有想太多 然後我就想說 真的假的 原來 原來是這樣可以送的嗎 可以隨便送一個牌 那下次我也要 因為我們國中就認識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 本來就成績不是很好 然後就 就 應該這樣講 就是當我大學的時候 我那時候生日假的時候 有一次去打雅士忌 然後 因緣機會有摸到麒麟的手 然後 才發現原來身為一個這麼優秀的 因為他在我們那一階算是很非常優秀的運動員 原來身為那麼優秀的運動員 需要付出的努力是這麼多 因為他手上全部都是剪圍 然後我就想那時候很震撼 最後我還把他的名字 我現在他來的名字也是偶像麒麟 就是會覺得他是一個 一個目標吧 就是覺得說 原來要成為一個非常優秀的運動員 需要下的苦控是那麼多 當然我不確定我現在是不是一個優秀的運動員 但是我希望說我還是可以做到 就是自己最精力的那一部分 昨天得獎的時候 很多網友說看到說 喊說要原地結婚 喊說要把你們送座堆 您個人怎麼看呢 我怎麼看喔 我唯一的看法就是我女朋友 就是沒有想太多 但是因為我跟齊瑩本來就很好 所以也沒有 我是真的沒有想過為什麼 就是大家會覺得我們兩個好像要 要要要要要要 要成為一個 要什麼 還是什麼 突然忘記那個 他成為一個 那我覺得搭上之前本來就像 關係本來就像情侶那樣 所以我覺得 大家這樣形容應該也很好 對 那你們在練習過程之後有炒過駕嗎 那後來是怎麼化解的 炒過駕一定還是會有 但是可能 就 因為情人個性比較大啦 我有時候覺得說 以前我可能會比較偏 就是 我可能會覺得 他就那樣 沒差 後來我可能 因為我覺得他的個性比較大 我就會很直接跟他講說 我覺得 那一個 不好我就會直接跟他講 可能 你要早睡啊 像我昨天跟他講 我們比完賽 我們好像開心沒進去 我就直接跟他講說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記得 不要大頭 我們千萬不要認為我們怎麼了 我們就是維持初心 我們就是一個很平常的運動員 我會想說你先放假吧 先好好休息吧 因為我們其實真的 因為還是很想要見家人 然後很想要見女朋友這樣 就是還是會想要先好好休息一下 然後儲備能量等到之後 因為我們之後還有團體賽 然後還有明年亞運 然後 還有一些亞警戰士 在認真的比賽 那也希望說可以 讓自己從個店 然後好好準備接下來的比賽 新聞縣長說你是台灣的驕傲 是金門的驕傲 你怎麼看 就我是台灣的驕傲 金門人 我自己還沒有這樣的實感 但是就是覺得很 其實到現在還是覺得很幸福吧 如果真的 因為我們昨天的表現 讓台灣人被世界看到 真的是覺得很幸運 因為這件事情 我牙根還沒有想過 就是真的獎領 這麼大的幸運獎領在我身上 對 那這金門縣長 當然很感謝金門縣長 他每一場幾乎都有看 都會給我鼓勵這樣 那這金門縣長有說要蓋一個禮陽館 你自己怎麼想 還有珠酒耶 這個我倒還沒有想過 我如果真的看到的話 我才會覺得 哇真的假的 這是以我名字的命名 對 對 而且還有聽過金酒 要加碼贊助 甚至發行紀念酒 我覺得紀念酒還蠻帥的耶 我自己覺得還蠻期待 我自己真的還蠻期待 因為畢竟自己是金門人嘛 所以可以讓金酒 我不會自己出一個紀念款的聯名酒 我覺得 哇真的是很不得了一件事情 自己覺得 你本身喜歡喝高粱嗎 他胖 爸爸說不會難喝啤酒 所以要喝酒喝力一點 喝高粱 但是我很少喝酒 說認真我很少喝酒 因為我覺得 喝酒是等退役之後 就你想怎麼喝怎麼喝 但是我覺得 希望還是希望可以做好選手 應該有本分 就是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妹妹像我早有說 就是她想要在下一屆奧運 跟你一起打入這個混雙的部分 那你有什麼話想要跟妹妹說嗎 跟我配嗎 不是吧 應該是她希望可以跟我一起參與 她想要跟你一起搭混雙 來參加下一屆奧運 真的假的 那慘那沒什麼機會 OK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能一起參加 當然一定是最好的 那 希望說我們兩個 如果真的 如果公司 讓我們搭配 那我們當然也是 會把我們的 態度展現出來 就是 球不落地 絕不放棄吧 那希望 就盡力就好 如果能夠一起參與 當然也是 我們一個很 不管有沒有打到什麼 可以一起參與奧運 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回憶 那妹妹有時候一直都把你當成是一個偶像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要來鼓勵她 我覺得 就 其實我覺得 一定是兄弟姐妹一定會被比較 所以我覺得她 會 比較 辛苦吧 就是 心靈需要承受的壓力也比較大 那我覺得 也很 感謝她 她一直成為我心靈上的一個自主 她也 都會在我比較低潮的時候 會給予我一些很適當的鼓勵 那 也覺得說 對 幸好我媽有時間 免費給我 哈哈哈哈 那 這一次 朵的金牌可以拿到兩千萬獎金 我想過這個錢要怎麼運用嗎 我還是想 因為我年初有個 也有跟 大家講說 我想還是想買房子給爸媽 就是 因為年初的時候還沒有達成 那我還是希望可以買 因為我們家雖然 我們家是買的 也是買 但是還是希望可以買 電梯大樓給爸媽 希望經營一份笑容 希望能在我 有能力的時候 能夠為父母 經營一份笑容 不要等到 假設將來 他們不幸離開的時候 但我 卻我是有能力的 但是我卻沒有這麼做 對 媽媽聽到了 對 覺得怎麼樣 很感動 非常的 好 我媽媽在旁邊喔 對 在你後面 哈哈哈哈 之前有跟爸爸媽媽講過嗎 你這個買電梯大樓的 他 我有跟他們講過我要買房子 但是 他們也不會催我 但是 他們就是 我爸比較希望我趕快出去 他覺得 男人就應該要 有擔當一點 要獨立 對 嗯 那爸爸有沒有想跟他說什麼呢 這樣就聽得到嗎 給他講 給他講 有 因為其實是 打冠軍之後到現在 我是第一 剛剛跟他 第一次跟他 事先 因為我們長久以來也是 已經有這種習慣 就是說 比如講 那個 去 開始出去 出去打 打球的時候 就開始 就 不再做聯絡 因為要完全讓他 非常的 放鬆 然後去 開始不要再干擾他 大概是這樣 所以當回來的時候 我知道他應該電話很多 還有 包括我在內 我有電話很多 應該是這樣 所以 我也很高興 我先趁這個機會 跟他說一下 李陽這次表現非常的好 那這個 尤其在球場裡面的表現 兩個都非常的好 這個 剛剛開始有一點緊張 後面越打越好 所以這一點 已經有到那種 國際的水平 這個球員已經這樣子 但是有那個 國際的水平 所以這一點 非常的肯定 看得出來 李陽跟爸爸各式有點像 是不是 李陽想問你是不是有時候 遇到一些委屈 在外面也不太會跟爸爸媽媽說 還是說 就是會定期跟爸爸媽媽保持聯繫呢 我好像是咬著牙的那一種 他基本上 基本上他是 他是從小到 到新階段 都還是會這樣聽爸爸媽媽的媽 但是他又不喜歡 我覺得不是跟爸媽不親 也不是跟爸媽不好 也不是不願意去跟爸媽 而是我覺得說 今天是自己遇到問題 那就應該要自己解決 那爸媽一直都是家人 就是在我身後的一個很大的精神 如果今天我真的覺得哪個地方 承受不住 那我自然還是會跟他們講 但是 就是會覺得說 對 有他們很好 所以我才可以 這麼 也不確定我是不是現在很獨立 但是就是大部分事情 都是我自己可以解決的 對 就是他爸媽從小就培養我這樣 就是你應該要自己可以解決事情的能力 而不是要成為 兒爸寶媽寶這樣 楊雅我是媽媽 恭喜你 這一次表現非常優異喔 那我希望你以後的比賽 再接再厲繼續努力 把你常擺的姿態表現出來 就沒錯了 這一次真的很棒 好 你跟麒麟都很棒 好 好